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喜欢这个房子的面积啊 然后一些结构性的东西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房子整体的状况 到底是不是照片上那么好 所以我们帮客户去拍个视频 看一下这个房子的状况是不是比较好的 然后再商量一个报价 我们就把offer递出去来买这个房子 如果您有这种需求 暂时还不能来美国 希望我们帮您先去看房子拍视频 订房子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GG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套房子是什么感觉吧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呢 然后是一套三车库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社区是有很大的湖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房子并不在湖景的旁边 您看这是并排的三车库 这是一个双车库 然后这是第三个车库 它的宽具很宽这套房子 这么宽的宽具 然后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房子是四千多尺五个卧室 然后占地一万三千尺 非常好的一个结构性 那我们开门进来 这个房子的报价特别低 四十万以内的报价 四千零九十多尺的居住面积 所以在来看这个房子之前呢 我就知道这个房子 可能有些地方的维护不是特别好 但是来了之后 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 然后一进门的左手边 先是这样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其实是有一帽间的 所以它算是一个卧室 但是您要是想把它当成书房 也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现在是没有开灯的情况下 房间是很亮堂的 右手边这边是一个dining room 还有一个会客厅 然后往这边看就是它的楼梯 楼梯的旁边呢 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灯没有开 就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它这个房子是高挑亭 四千多尺 结构性真的是 一点毛病都没有 特别的好 整个这个社区的这个房子 如果是不在湖边的话 那卖到39万多的价格 比在湖边可能要便宜十几万 当然这个房子报价也特别低 今天这房子是一个客户 他不能来美国 但是他在网上看到这套房子 他觉得挺好的 让我帮他过来看一下 如果真的跟照片上差不多的话 他就打算下单的一套 所以我们就过来看一下 如果有这个房子 有一些问题可能就会给点建议吧 这个是一个洗衣房 然后洗衣房旁边这儿 这个门就是去车库的门 然后这就是这个厨房 厨房的炉灶 炉头都用的挺新的 还不是很烂 其实它就是这个 像这个微波炉啊 像这个橱柜啊 没有换过新的 然后这个大理石台面 可能也不是新换的 就是当年的 然后包括这个炉灶 也都是当年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房子是2000几年的嘛 然后这边的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walk-in室的一个储藏室 这样的一个pantry 所以呢 它的面积真的是非常够大 主要还是在四千多屎的面积当中 这个报价太有人了 报价只有39万6千美金 39万7千美金 然后往里走就到了主卧 这个主卧很大 并且很高调 这个主卧的调高 基本上在13个费左右 然后主卧这边有一个门 可以直接进院子的 你看我现在是 全部关着百叶窗的状态下 在拍这个房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亮堂程度是这样的 就是说采光真的挺好的 然后我在往里走 就到了这个房子的主卧洗手间了 这个主卧的洗手间 这边有一个淋浴间 淋浴间的旁边是浴缸 浴缸还是按摩浴缸 然后这个金属部件保养的还不错 但是好像时间可能没人用了 这下边 按摩浴缸下边是有挺多灰尘的 然后呢 这个房子完全没有翻新 只能说保养的还行 所以这个房子在市场上待了很长时间了 它就没有什么升级 又没有非常大的亮点 要不然现在市场这么好的时候 就算现在市场还挺火爆的 这个时候 像大多数这样的房子早就卖掉了 五十几万的都马上能卖掉 所以你看这个房子 在四十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你看它这些地方没有翻新 这可能就是它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点 但是呢 这个房子 应该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房子是双主卧的 这楼下 你看这个衣帽间 这个宽敞的感觉 就这衣帽间 哇 哇 这衣帽间由我家俩那么大 哇 巨大的衣帽间 这个太好了吧 也 然后应该 因为它应该楼上还有一个主卧 我们上去看看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这套房子 应该没有猜错 楼上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卧的 我们赶紧上去看看 客户是觉得这房子四千多尺 现在这个包架 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这个地毯非常干净 我一上楼 还是这样的一个melanine的一个 不是地毯的这样的一个地板 这是一个game room 然后这边有一个吧台 然后这个吧台的这个台子是没有 代理石的 这个是一个贴片 然后你听到现在声音了吗 就有呜呜的声音 但是你看这个呜呜的声音是因为 它这个滤网已经很脏了 应该要换滤网了 一直没有换 然后你看它这个 这个橱棍什么的 没有换新的 但是还是就是非常正常的状态 只是没有那么新而已 那在这个房间的旁边 这是有一个卧室 就比较正常的一个卧室 带着一个衣帽间 然后在旁边呢 是另外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其实是一个melanine 它都铺上了这个lemonine的地板 这不是什么地板啊 这是那种胶皮的 然后呢再往前走 就是一个洗手间 这是两个房间共用的洗手间 状态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 细节上来看的话 那这个二楼洗手间可能用的人少 所以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 然后穿过来就是另外一边一个房间 这房间都是没有开灯的 所以是很亮堂的 那我们走过来之后呢 就可以去另外一边了 这边呢是一个楼上的主卧 因为这个房子应该是双主卧的 这是一个房间 也不算主卧吧 这是个套间 五个卧室 然后有三个半洗手间 所以这是一个套间 不能算主卧 还能算一个套间 然后呢这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个构造 我觉得 整体来看的这个保养 不能说新 但是应该说结构性还是很不错 连客厅窗户也够大 现在我们就去一楼看一下 它的这个 站地 就是院子 什么感觉 我们就从这边 来院子 一出来 非常大的一个padio 直接通到那边去 然后院子也特别大 一万三千尺特别方正的站地 虽然没有树 没有种任何东西 但是以后这块地 真的是利用率特别高 然后再看看邻居吧 邻居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两层的邻居 然后那边是没有邻居 能看到这个房子的 然后在旁边是一个一层的邻居 所以隐秘性也是蛮好的 然后全都是砖的这种房子 这个玻璃这 这地方好像有点起雾了 玻璃可能密封不太好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 这套房子的特点就是 位置非常的好 学区非常的好 小区有湖 社区环境也很好 但是房子本身的装修和升级 不是特别多 所以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好的 平均一尺连一百块钱都不到 但是可能您买过来之后呢 有些地方还要多少花点钱 把它弄的更新一下 就会更有比较漂亮的时代感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在哪里 然后我们看到这套房子 它离各个地方的这个距离 都非常的近 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看房子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它离各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距离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房子 它在休斯顿的一个位置 这个房子在休斯顿的位置呢 就是休斯顿的南Kitty的位置 这一块就是休斯顿的南Kitty 南指的是这条10号高速公路以南 叫做南 然后呢 这边又画出来这一块是老Kitty 老Kitty的这个位置 现在买这边房子的人可能少一点 因为这边有淹水区 并且这个地方房子的房龄稍微大一点 所以房子的感官可能还是新Kitty更好 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房正好在新Kitty中央的位置 并且呢 这个房子的这个面积非常大 4000多尺 才报价不到40万 所以真的按金称能划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现在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周边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施 我们点击到了这个房子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得到 这个房子到哪都比较近 这是我们看的房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商场叫Kitty Mill 然后这边就是Kitty的Costco 再往上走就是亚洲城 你看 所以它离各个地方都特别的近 就几分钟的距离就到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搜索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 关注微博 联系我们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